大家好,我是风哥爱花卉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三角梅夏天的养护方法 我们家养的盘栽三角梅 正常自然的花期是在每年的9月底 因为炎热的夏天是三角梅生长的旺季 你只要记住三角梅只要枝叶长得比较旺盛 生长得比较快就不是三角梅的花期 这是它的天性 因为它要缠着这个有力的季节 让自己生长得更加强大 但是夏天的养护却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养殖方法正确 那么它到了花期就会开出更多的花 如果养护不好 就会影响三角梅开花的数量 有好多花友就走入了三角梅养殖的误区 三角梅就算再好的品种 它也不会一年四季都在开花 它也会有休养的时候 它要留有一定的时间给自己储存能量 为开更多的花打好基础 所以如果你家的三角梅下载不开花 是正常现象 不用着急 只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养殖 到了时间就一定能够开花 每年的6到9月份 是三角梅枝条生长的旺季 我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优化三角梅的猪形 勤减枝让它的猪形更加的饱满 让它生更多的分枝 三角梅开花的多少取决于它枝条的数量 分枝越多开花也就越多 你可以仔细的观察 三角梅的花苞多数都是新生枝条长出来的 那些老的枝条就算长花也是零零散散 数量极为有限 所以我们夏天最重要的就是 把三角梅养好 让它多生枝条 勤给它修剪 下面我再来讲一下三角梅夏天的浇水 在炎热的夏天 三角梅不时宜控水 只要看见它的叶片发软了 就可以再次给它浇水 一定要浇透 如果你在夏天给它控水 它就会生长得比较缓嘛 就算开花也开不多 反而耽误了它的生长 再来讲一下施肥 因为三角梅夏天并不休眠 所以我们要正常的给它施肥 肥料以复合肥为主 可以在施肥的同时 给它补充微生物菌剂 这是一种有机肥 它里面含有活性菌 它可以让盆土更加疏松透气 促进植物根系的发达 增加吸收能力 让三角梅的枝干 储存更多的能量 为开花打好基础 可以粗花粗垒 对于那些现在还没有开花的三角梅 可以到天气凉爽的时候 也就是九月份的中旬或者是下旬 再给它控水 在广东是这样操作的 如果是在北方天气凉爽一点 可以提前 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给它的盆土 浇零三二清茧 每隔十天左右 也可以页面喷湿 经过了这些方法 到了天气凉爽的时候 就会让三角梅释放更多的能量 开出更多的花 就能够让三角梅开花 形成一个花球 只见花不见叶 好了 今天关于三角梅夏天的养殖方法 就分享到这儿 如果有关于三角梅不清楚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留言 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再走吧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